《滾滾泥流》本涌而下 根據《科學先端》期刊指出 加州大氣有可能出現 連續數週因大氣長河所產生的暴雨洪災 損失恐怕高達1兆美元 芬蘭科學期刊《通訊》地球與環境則是指出 北極過去四十年來的暖化程度 比地球其他地區要快將近四倍 科學家警告未來三十年內 不少冰川會因為不敵高溫 土質變軟 岩石鬆動 造成雪崩 冰川主要功能在於 能反射太陽熱能 幫助地球降溫以及儲存水源 隨著冰川逐一融化消失 生態將面臨不可逆的災害 山西近來出現暴雨災 晴洪水灌入街道 大貨車也難擋洪水 隨波逐流 整座城市一片狼藉 在過去十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節節升高 聯合國氣候變遷問題小組十二號在報告中發表氣候變遷警訊表示在未來十年應該大幅減少化石燃料用量多重數少吃肉 否則地球恐將變成數百萬人無法居住的地獄 記者陳妮憲報道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網網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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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